在Power BI中 您可以使用卡片格式设定来定制数字 百分比、货币等数据格式 以使数据更容易理解 通过卡片格式设定 您可以快速定制数据的格式 使其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 这可以帮助您的报告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您的数据 从而更好地说明您的业务决策 当我们今天给别人看一个仪表板的时候 你应该要还是要把demography 就是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先来修改一下这个部分 这是销售额 他写3.57个百万 你要是讲3.57个百万 老板要想一下 对方可能要想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来去做格式的修改 针对这一个内容 其实他现在用的是卡片 我们来去看卡片的格式设定 首先卡片的格式设定 要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 1点选这个 你一定要先点到这个3.57个百万 点一下它 我要针对这一个3.57百万 来去做格式设定 1点它 2请点 视觉效果中的格式 视觉效果的格式 我希望这个文字值 图说文字值 字型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 A real bright 那字我就不用这么大的 我通常会设到30 这个图说文字值的字型设计 字的色彩 我通常是不会变了 它什么颜色 就是用什么颜色 显示单位我会改成5 显示单位我会改成5 值小数位数是0 那图说文字值先把它缩小 接下来麻烦请点选这个格式 格式一般 我会想把这个框线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框线在格式的一般 接下来请点选效果 效果里面有一个视觉效果框线打开 阴影也打开好了 好了 你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有设计好了这个销售额的值 接下来 接下来逆乱就不要重做了 请直接点第一个 如何将第二个卡片的格式呢 是使用第一个卡片的预设格式设定 它叫做复制格式 所以麻烦请先点第一个交售额卡片 常用第二个动作请点常用 第三复制格式 你现在游标变成一个笔刷请点它 这个我也希望是笔造它 所以复制格式卡片 复制格式点选 对不起 交售利润率不可以都用这个复制 因为它把值改成整数了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回来